哇 這些費用如果計算起來應該還蠻可怕的 快要沒了才會去採購 當你有在持架的時候 好 OK 上個禮拜我發了一個線洞 就是我剛剛買完麵包 我每天工作到了下午 就是小孩放學之前 我就開始會張羅他們 等下放學回來開始要吃的東西 他們現在吃過早餐 然後午餐在學校吃 然後回來一路到睡前就會不斷的吃吃吃 一直跟我說媽媽肚子餓有什麼可以吃的 所以我們家除了正餐之外 水果啊 麵包 鮮奶 優格這些 就是要沒有了就要趕快去買 因為我常煮 然後食物的東西不會吞太多 像麵包啊 優格 鮮奶這些東西就是要常常去補 哇 這些費用如果計算起來應該還蠻可怕的 然後一直都不敢去寄它 然後上個禮拜我就發了一個線洞 就是我買了一堆麵包 這麵包包括早餐還有宵夜的 所以我買了蠻多的 有點想要記錄一下一個禮拜 三個兒子的家食材的開銷會有多少 然後下面就一排 超級多人說想要知道的 一集想要記錄一下坐標新竹 餵養三個兒子的一週食材開銷 現在大家知道新竹的物價其實還蠻高的 隨著現在小孩越來越大 食量越來越大 食材應該是一個家的開銷占比最大的部分 這集影片就是正常記錄這個禮拜的開銷 然後也不會特別去誇張做什麼 反正就是這一週正常吃正常喝的一個開銷紀錄 那食材原本就是冰箱就有的 有的就是這一週補貨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嚴格看這一集 就是一個輕鬆的紀錄影片 剛好我有得到兩張優惠券 這些馬送的 然後還有這個社區中秋節有送提貨券 先給大家看一下冰箱好了 因為我對於控制食材有強迫症 所以我每次都是煮完啊 差不多覺得快美了才會去採購 牛肉通常是好吃多買 那最近我豬肉都是去傳統市場買 然後回來會分裝成一袋一袋的 目前肉應該是夠的 我會吃完再買 青菜可能比較不夠 然後水果的話這邊有 所以水果暫時先不用買 然後再補一些青菜這兩天吃 因為鮮奶我老公昨天有買 所以鮮奶先不用 所以這趟就不用買鮮奶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把明天的早餐也買起來 OK 就跟著我一起去大賣場採購吧 也要去買鮮奶 pretty good 養飯 餛飲 今天又要買的 叫你一家 沒空 working 那個 空氣 cái 手 demon 我 你 我剛剛去採買順便買了午餐 突然間想要吃這種台式的炒麵然後加辣椒 這我一份我應該吃不完 應該是先吃一半然後另外一半冰起來 東西要趕快進冰箱 那我剛剛看行事例啊發現今天是農曆16號 今天我得去拜拜 也在做生意嘛 所以初二跟16號都要拜拜 還要再去一趟水果店買一些適合的水果 因為香蕉是不能拜拜的 想說應該不用買水果就還是買了 好因為香蕉我們家吃很快 其實在自己持家之前以為麵包啊水果啊是便宜的東西 當你有在持家的時候 你在買這些東西才會發現原來這些東西買起來都不便宜 像我去水果店啊或麵包店啊 買全家人的宵夜點心或是平常吃的水果 隨便都是六七百起跳耶 麵包啊水果之類的 現在買起來也是不便宜 不要小看一個家的食材開銷 慢多的 好我們家固定都會買香蕉跟芭樂 不用洗剝了就可以吃了 所以香蕉我們家是定番的水果 豬菜這次要把它密封好 上次我沒有密封好就 把它攔掉了 膠袋送的時候會有一些 塑膠袋我會留下來 可以拿來裝 還有什麼 雞蛋我都是買冷藏的比較多 然後我們家吃蛋吃得很快 其實是冷凍的 我去到賣場的時候順便採購一些半成品 因為媽媽有時候忙的時候半成品就是加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那它這個現在是兩路有折扣 所以我本來是想買三個啦 但是它現在兩個有折扣 所以我就各買兩個 這兩個都很好吃 之前都跟大家推薦過了 冷凍食品的話 我們家是固定會吃這兩個 小朋友早餐啊 宵夜啊 這個加熱一下很快 還有鮭魚 這鮭魚退冰之後 氣炸烤箱烤一下 就馬上是一道主菜 這種處理好的都蠻方便的 鹹酥雞的話這個牌子好吃 可是它有點微辣 小朋友可能會有點怕 早餐類的 冷凍食品 這個 裡面有包雞肉跟一些蔬菜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蔥抓餅的東西 但是它有包料 那這個一樣是氣炸烤箱 或者是鍋子煎一下 就是小朋友早餐 現在國中生他們上課時間比較早 所以有時候會來不及在家裡吃 然後我就會幫他外帶 拿他帶去學校吃 像這類的裡面有包料 然後我就用袋子裝 人生雞的燉料 一些中藥材 然後想說過一天我去市場買一些土雞 回來燉湯 這已經配好的 好像蠻方便的 那這一次才買呢 因為我還有買一些家庭用品 比如說漱口水啊 洗衣精之類的 要把這個費用先扣掉 剛剛總消費是2511 扣掉我剛剛買的一些日用品 所以我剛剛那些食材 1647 我一個人在家裡吃的比較簡單 看到草莓我就順便買 今天早餐我先弄了饅頭給小朋友吃 然後配豆漿 我自己早餐在家裡弄個手沖咖啡 這是我自己做的簡易版的醉雞 自己這樣弄一弄還蠻好吃的 昨天順一點我現在把它加熱 這我想要加辣椒醬 突然間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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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縛起來 tek 吃 漱口 你會要吃 你會繼續吃 吃 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通過 用烤冰箱 先去放些木材 油 火點到 炸彩 degrees 炸彩 煮成麵 炸彩 一切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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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直接去補個米酒 順便買了一些其他東西 今天還是有食材費 蘿蔔買這種帶土的會比較新鮮 我實在受不了我剛買的酪梨油 那個味道太重 然後顏色也很重 炒菜顏色都變了 我買了一瓶油 幫小乖買了鮮骨脆 我跟哥哥都是吃巧克力的 然後他不能吃巧克力 所以他都吃草莓的 我在愛買居然看到 餅酥 應該叫餅酥吧 對餅酥的烤玉米是冷凍的 這之前我有看過人家開團 然後後來我去蝦皮賣 蝦皮就是要冷凍運費嘛 這一次在大賣場看到 但是他沒有很多口味可以選 一種口味可以選 然後我就買回來 冷凍的 就是為了要去買米酒 然後又買了一堆 這種比較少用的調味料 我會買小瓶的 然後看到絲瓜 買了一條 今天也可以煮 好其他就是我在五一年養品買的東西 就是一些居家用品 就不是食材類 剛剛還有去買了飲料 我有自備杯子 所以減5塊 就是飲料35 我剛煮好晚餐 然後現在要幫小怪包便當 小怪現在在安親班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晚餐都會從家裡幫他包好便當 不然都很晚才回家 然後送便當的時候順便再去麵包店 買一些明天的早餐 還有他們今天晚上可以吃的宵夜 那昨天買的水果其實已經消掉一大半了 我買了一些麵包 當初我明天早餐 那我們家二哥跟小怪他們兩個都很愛吃菠蘿 那有一次我買太少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吵架 吵著要吃菠蘿 然後反正就是有人在哭 然後後來那天之後我就天天都去買菠蘿 每天都買很多回來 然後直到有一天小怪跟我說 不要再買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我就天天去買 那我們家哥哥是比較愛吃肉鬆 就買了一些比較台式傳統的一些麵包 給他們掌早餐 媽媽明天就可以睡晚一點 他們就配鮮奶 然後直接吃這個麵包 OK 今天是禮拜三 然後我剛剛下午今天先把青花椰菜切好泡水 今天晚上來清炒 那我剛剛看冰箱我們家的蒜頭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要去全聯買一些蒜頭回來 然後應該就是這樣子吧 因為家裡的肉啊水果那些都還有 所以就是去簡單採賣 下午的時候我已經有先退冰了鮭魚 這待會用切炸烤箱 然後再炒一個 這我應該是退冰豬肉片吧 對這應該是豬肉片 這邊還有昨天煮好的湯 應該是今天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這個鮭魚比較油就不用事先再噴油 直接進烤箱 這邊的肉先把它醃起來 這邊是米酒醬油 加入一點蠔油 我去買了阿順斯的蒜味醃料 好香喔 先把肉醃好 我們來切其他的配料 就買了 在蒜味醃料 所以它絕對 入土 炭像酥 在蒜味醃料 阿頸 唐味醃料 被釀成 熟耳 水 加入一點蠔油 點糖 再一點香油 一點點就好了 加入水 蠔油好像不夠 再加一點 鍋芡 剛剛的花椰菜下來 拌炒一下 酒 沸騰 油 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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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用蔥抓餅給兒子當點心 因為他們今天要補習 我覺得我今天其實懶懶的 因為我覺得身體其實快到了 肚子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本來想叫外送的 後來打開冰箱發現其實還有一些菜 我自己煮一煮弄弄其實蠻快的 像這個就是氣炸鍋嘛 這裡也氣炸鍋 幾乎都是氣炸鍋處理 然後我再煮個飯 因為他們還是會在吃點心什麼的 像是買裡面有加肉餡的那個抓餅 外面還會再弄個蛋 這個杏鮑菇我們就簡單補個粉 我先噴一點油好了 因為我怕它水分比較少 為了讓它有一點油炸口感 所以我油有噴比較多一點 但是還是比真正油炸還少 所以都沒有成為米艇 水分比較多油炸 所以都很想像看電腦 所以不能給我 洗成熱水分更多油炸 所以用了一部分 但是不會有油炸 它是用來ある我們 我煮一件很好的 如果菜量不足的話 就是再補一些水果 也可以啦 媽媽總是有飯懶的時候 我是豬岩 我是小豬岩 這邊我婆婆給我她拜拜的雞湯 還有半支雞 我在大賣場有買到這個人生雞的燉料 那所以今天這個我就把它做成一個人生雞湯 我剛剛那個就是燉料的錢 雞是婆婆給的所以不用錢 那剛剛我去全年補了一些東西 因為我這禮拜比較忙一點 這樣沒有時間跑傳統市場還有好市多 那如果有去好市多開銷就會比較重 因為好市多每次牛肉都是好幾千起跳 那如果有時候是想要炒個小份肉 我沒有時間跑就是全年買一買這樣 早上我就是補眠到11點八 就是昨天沒有睡好 剛剛又起來又先剪片 然後再整理一下家裡 所以就比較忙 想到我們家大哥一直說要吃牛腩 因為他體重停滯了好幾個月都沒有長 二哥跟小瓜一直都有長 然後就只有大哥沒長肉 然後他說他想要吃牛腩 所以我就全年買了一些食材 然後主要是買牛腩跟牛腱 還有明天的早餐 就蘑菇我挑比較大顆的 剛好看到最後一罐鹹酥雞的胡椒鹽 就買了 然後來到我很愛吃的零食 我這週比較少買外面的咖啡還有飲料 那部分就是喝家裡的水 然後家裡自己沖咖啡 然後或者是自己泡茶 好現在時間有點快來不及了 現在三點多 然後小孩四點多就放學了 所以這個我打算用壓力鍋煮起來 然後湯的話就用燜燒鍋 我打算把那個油撈起來 剛剛說到哥哥都沒長肉 他大概我們家三個小孩 都是從三年級之後開始長肉 國中不知道是毒素壓力大還是怎樣 反正我就覺得他最近好像都沒有長胖 蘿蔔沒買到 蘿蔔沒買到可惡 我們家倒是有馬鈴薯了 還是要改做咖哩 可惡我沒有買到蘿蔔 天啊剛我在那邊一直想說我到底要買什麼 一直想不起來原來是蘿蔔 沒關係那我這次改成煮咖哩好了 剛好家裡有馬鈴薯 修飩 蜜蜜 水 水 水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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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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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食材开销 那因为我们周六周日会回破家 所以周六周日比较不会有食材开销 所以这支影片是记录1到5 这次计算方式比较简单 就是我这周花了多少钱在食材上面 因为冰箱本来就会有一些食材 我也不可能就是为了算这些钱 然后又特别去买一些新的食材 回来煮然后特别这样计算 加上一些油啊酱油调味料这些 就是都是一点点一点点就比较难计算 那首先周一呢我在大陆发花了1647块 去拜拜的时候买了水果760块 因为拜拜水果要特别挑过 所以油比较贵一点 就像我之前说的 面包跟水果买全家人的份 就是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钱 周二买了饮料面包还有食材 那比较特别是我在虾皮订了牛尾巴 因为之前我的牛尾巴是在 某某订的 然后后来这次我想说 那我们去虾皮看看好了 因为我也不确定虾皮有没有卖生鲜类的东西 发现虾皮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我就直接在虾皮订了 但是它发货的时间比较晚一点 就是我是周二订的 但是我这一周还没有收到 那如果是默默的话就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虾皮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我就是在虾皮订了牛尾巴 牛尾巴比较不好买 所以在网路上买相对就比较方便一点 那成长之后小朋友 可以用牛尾巴炖汤给他们喝 就是对成长很好 礼拜三就是没有蒜头 所以就去全年买了蒜头 礼拜四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 看到冰箱还有食材 你知道祖父有一个病 就是看到冰箱有新鲜的食材 就忍不住想把它煮掉 就很生怕就是没有煮它会 不新鲜或是坏掉之类的 我想说我自己弄得弄很快 就用漆炸锅完成 所以礼拜四我没有特别去买东西 周五去全年买牛肉 因为这礼拜我没有时间去好市多 那如果去好市多的话就会 你知道那费用就会翻倍这样 所以礼拜五去全年就是买 当天要煮的粪而已 然后晚上的时候带小朋友去买文具 去那边去买了面包433块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我总结一下这个礼拜的 食材开销 7068块 对于食材我不会特别的去省 也不会特别去浪费 就是一个家庭 你会去当卖场买菜 或去菜市场买菜 一些基本的开销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账的习惯呢 如果你有记账的习惯 也欢迎你们把居住地 家里的人口 跟一周的食材开销跟大家分享 好那这一集就到这里啰 我是卡维里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